我們先來看了天氣 這個北部和達報道 地區這禮拜的天氣都是濕濕冷熱 雖然今天這個歷史 國內的運動和早上比起來 是有比較好一點 不過去上講 明天歷史還有一部 這個強烈的大力 冷氣團要搞 北部要讓地區說 會關到純高度而已 今天歷史國內的運動 先像這個北部有17度 中南部有22度到24度 不過這個北部跟宜蘭花蓮 是繼續有落後 去上就表示明天還有一部 這個強烈的大力冷氣團 到後面要搞 所以北部會繼續濕濕冷熱 一部的冷氣團要到 北部落的歷史下才會監力 所以在北部這段時間 想給我們總會純高度而已 這兩千公斤以上的高山 有機會降到純力度